就知道铁罚单 你们教教还会干什么 我们会干什么 现在就告诉你 首先当交警第一天就要会记录 我们辖区总的面积为7平方公里 到旅程为70公里 市场道路50条 135个路口10条单行道 这是我换的辖区地图 既然是一直往前就到了 滑山运动第一个路口 左转到第二个路口右转 记住是第一个路口 请问你的结婚纪念日是哪天 作为艺人小姐 要把每个路口每个路段 都变成自己的主场 30年的执法经历 让他感觉一切都是小事 这些小商不算啥 身上多的事 10年前老鱼被出租车撞断了跟件 两个月就回来了 这都不算啥 三年前又被住动车撞断了锁铁 打入钢丁一年才痊愈 全个钢丁在里面 这都不算啥 一年前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为什么交警要不要逃犯 老公 你这都逃犯了 老公 你这都会对第一次站路口记忆深刻 面对巨大的车流 距离你身体仅十厘米的地方飞速而过 也会眼神放空身体僵硬 不要怕 不要做红绿灯的翻板 让我来 留那么多哈 要戳水的 180秒的信号周期 75个指挥手势 平均2.5秒就要完成一个动作 连续工作两个半小时 移动步步辅达3到5公里 这里是市中心最忙碌的路口 也是一带又一带交警们坚守的阵地 要研究拥堵的阵截 靠前一步 用一个箭头 一个手势 可以将通过效率提高一倍 男一同人 男一同人 沿途人叫 北向南多放点 多放点 车流量有点大 牵一发而动全身 让疏导交通成为一种艺术 指挥的艺术 让开过的司机跟你竖起大拇指 而这份成就感 只属于自己 叫什么 套牌车 你要会心理学 驾驶员 你好 我是仙人交警 本次驾码将全程录像 请出摄影的驾照行驶证 驾驶员 请你熄火 后边 把后备箱打开 你要精通法律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 你驾驶机构刷违法 进行指标签指示 他那一次状况还不可能没钱 承计师傅责任已经明确 如果机构驾驶员不愿意 承计划责任 你可以通过民事使用 但是法律肯定 你的主动故意测试结果为123毫克 每100毫升 你怎么测试那么多法律 我都是法学专业出生的 回到电影的开头 我还会干什么 年少时血迹方钢 你还看我你还不听 追过我汽车 停停停 擅长反手绝杀 好 而现在我最喜欢的 还是微笑 以法律为准神 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和调查原因 在能帮助的地方多做一点 很多矛盾就可以优雅地解决掉 不带一点烟火气 亲眼见证过太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故 我深知 我们的工作看似琐碎无用 却是在预防未知的危险 也是在无形之中救人 这也是一代代榜样们传承的信仰 无论何时何地 为人民服务 都是我们的初心 所以你还觉得交警只会贴法单吗 你的罪都是在自然的 正在2个月 走到狗热的 4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